哈囉,大家好,我是智希 歡迎回到我們美國之旅的系列影片 那我現在就是有一個小小的番外篇想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們剛剛走一走實在肚子太餓 又很想上廁所 這時候呢,斜前方就出現了麥當勞 所以我就想說好吧,那我們就來麥當勞吃點東西 順便上廁所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美國麥當勞跟台灣麥當勞所不一樣 因為我在美國這麼多年,或是說這麼多次 我真的沒有吃過美國的麥當勞 好,所以就跟著我們進去一探究竟吧 我們來看看麥當勞跟台灣的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我媽不吃牛,所以我們要點一個余寶 余寶 這裡 只有一個耶,對 好,就這個 跟台灣一樣 然後 一個包裝 太多了吧 太多嗎? 你還要點什麼? 對 然後 應該是不用 喔,它可以就是 就是 就是 加起司加 加什麼的 Regular bomb 所以是怎樣 多加一份 喔,bomb不能加 還有什麼 Addition 喔,還可以加培跟 Pico 加Pico OFlight Regular 沒想到它是要加錢嗎? 我看一下 它不用耶 不用加錢喔 那你看,價錢沒有變喔 5.80 嗯 也太貴了吧 第一個包到5.80 超貴 但它選擇好多 還有tomato 不要 那個余寶就加tomato 超貴的 好,就這樣 那是不是應該要加 它加再加 因為它如果有很多 超少 HTRA就變貴了 那會不會如果不加 不加比較便宜啊 所以還是有 嗯 只是Light跟 那你要加嗎? 不要好了 就是吃傳統的 然後Safe Can 然後 Add to my order 然後繼續 很貴 等一下 先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漢堡種類超多 各種 什麼三層、兩層 然後什麼 這種 然後再來 我妹說 那個 Nugget成好吃 那就這個 會不會太少 還好 4點還要吃飯 4點還要吃飯 好 它的醬超多 我們要選台灣沒有的醬 那Spicy Buffalo Spicy Buffalo Spicy Buffalo 我怕我會拉 但應該還好 好啊 那就 那你要沾沙沙 沙沙 會好吃嗎? 那就 Add to my order OK 就這樣吧 快樂同餐 換咖啡也 不用了 咖啡不用了 好就這樣 太多了吧 超多種欸 超多種欸 它有 它有 它有進化 它真的太冷了 它真的太冷了 沒辦法喝 我超喜歡喝一個飲料 這個 Dr Pepper 這超好喝 就有點像台灣的莎士 然後還有那個Root Beer 這兩個我超喜歡喝的 欸它的醬不用錢欸 欸 所以我們 那我要再多加一個醬 不要啦都點太舒服 我要點一個 不會辣的 你剛剛是點這個是不是 這是什麼 Selsa 然後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辣的 Selsa 那就再幫忙你點一個這個吧 找一個辣的嗎 辣的 對 它有藍莓派欸 喔 我想要吃 這一個 好 好就這樣 Do my order 看一下喔 沒有 Next time Here 然後看一下 這邊一個魚跑 一個Nugget 多拿一個單點 一個這個醬 然後還有這個 好 所以 這邊我想要先停下來 跟大家分享一下 美國有超多超多店家會這樣做 包含我自己平常愛買的幾家服飾店也會這樣 他們就是會問你要不要把零錢湊成整數 那那個多出來的零錢就會捐給一些慈善機構 我強烈建議台灣的店家應該也要這樣做 因為捐獻的人數會變得非常的多 就是讓它變成整數 整數 當然要 22塊整 compray order 它這邊不像台灣可以去櫃台點賬 你這邊的話就是只能用刷卡的 好了 那我們就拿去我們的點餐刀去點餐吧 那我們來 開箱 喔好小喔 嗨 好小喔 它這是我審次給錯的嗎 這有兩個欸 算了吧 就這樣 喔他們的袋盒子都好高級喔 那我現在要來先吃吃看雞塊 因為我妹說雞塊很多汁 然後我拿的這個是什麼沙沙醬對不對 等一下 欸不行它的沙沙醬很餓 它沙醬好難吃喔 它沙醬有個苦味 大家不要拿沙沙醬 你哪有噴汁超乾的 哪有 它很乾 你看超乾 它很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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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線一樣 內線一樣 只是形狀不一樣 等一下我要噎到了 我要喝咖啡 咖啡是一家叫做 Blue Bottle 這家應該是在舊金山起源的 我們剛剛出中央車站的時候就有看到 Blue Bottle我覺得蠻好喝的 它是少數我喝黑咖啡 不會餵食到你流的咖啡 我本來以為美國的麥當勞會 就是跟台灣一樣醜 因為麥當勞在美國是非常非常平價的素食餐 所以我本來以為它就是也是亂七八糟糕 但我覺得也有可能這邊這間是很多外國人的店 所以就是它不會亂搞 藍莓派 這台灣就沒有了 喔就是那種傳統美國的國將派的味道 吃起來跟台灣一模一樣 但雞塊不一樣 台灣就用紅龍的啊不是嗎 不是啦 台灣的剛好的雞塊應該是自己的吧 那麼多次用紅龍的啊 真的假的 嗯 我看Costco的員工說 是太大的雞塊之後 一群人士不可以幫我們留言一下嗎 台灣麥當勞的雞塊是用紅龍的 你要嗎 蘋果嗎 比台灣的肉塊會少很多 它藍莓真的很樸欸 它這藍莓果醬吃起來很化學 蘋果怕好吃 蘋果怕好吃 不喜歡太多肉粿的人 所以它蘋果怕肉過胃不中 那我們吃完麥當勞就要繼續我們 也是最後一天在紐約的行程 這算是一個番外篇 原本完全沒有要介紹麥當勞 就莫名其妙想說 欸 都吃了就來介紹一下好了 那就大家再繼續期待我們下一次 美國之旅的影片囉 掰掰 哇那個人 好勇猛喔 看了 一個人 這個部位 是誰 我和你現在的男朋友 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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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